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在主日的晚上 我们又可以一起来祷告 实在和等大的恩典 那么今天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参加实体的崇拜 今天是赵大卫院长 在中文部分享信息 非常有创意哦 若是你还没有参加实体崇拜 或者你参加了网上崇拜 若是你还没有参加网上崇拜 鼓励你能够找时间一起来崇拜 那么我今天还在防疫旅馆 当然只能参加网上崇拜了 只不过今天下午 我又参加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聚会 那就是粤语团契 加略三团契 纪念两周年的一个聚会 转眼之间已经成立两周年了 让我想起成立的当初 其实我们没有这样想到的 当年有一位会友 希望我去关心一下他的先生 他先生从澳门来 我们都是同一条团来的嘛 所以我一口答应 于是我就跟他先生约好 我希望每一个礼拜 有一个小时和他一起见面 交流或者看圣经或者祷告等等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愿意一个礼拜抽一小时跟他见面 他很乐意啊 于是我们就准备约好的时间 不过在那个时间来临之前 风声走漏了 好几位讲粤语的弟兄姐妹 知道了这个消息了 于是就问我 我能参加吗 当然可以了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有六个人了 哇 在我的办公室好热闹啊 我的小小的办公室坐了六个人 你看看多急啊 就从那天开始 我们每周有一次见面 从我的办公室 后来移到楼上的教室 后来这个白天的聚会 变成晚上的聚会 后来慢慢成立了团企 哇 这一路走来 的确是神的恩典 使我想到 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 我把这一节经文念给你听 你一定有同感的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的确如此 我们本来没想到这一步的 不过 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于是好多事情发生 真的不是人的安排 是出于神奇妙的带领 对圣灵的感动 出于在感动之中 大家愿意顺服 这就是属灵群体继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 不是人的计划而已 而是神在带领我们 愿主引导我们 今天晚上一起分享这个 特别的日子 虽然大部分的人没有参加 他越与加略山团契 我们一起为他们感恩 和他们一起在主面前数算恩典 愿主继续使用这个团契 也使用其他的团契或者祝道会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继续仰望他 等候他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于是我们更要寻求他的旨意 更要跟从他的带领 这就是教会能够成长的原因 愿主引导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谢谢主恩典 你借着奇妙的方法 超过人意念的带领 成立了加略山团契 我们相信教会里面不止这个团契 还有好多团契祝道会 还是这个连长者的聚会 主啊不管如何 我们聚集在一起 一定有你的旨意 愿主你高过我们的旨意 实现在所有的这些属灵的聚集当中 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跟从你的心意而行 在主日的晚上 我们为今天复活的主日感恩 愿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 有一个感恩的心 来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睡眠 于是在休息之中重新得力 继续经历你在我们人生中 赐下高过我们意念的意念 带领我们继续向前走 谢谢主的恩典 老高奉耶稣的名 Amen 愿主赐福 祂高过我们意念的意念 带领我们保护我们 让我们今晚有一个美好睡眠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